牛蹄坏了,疼得他不敢着地 休蹄师傅好说歹说 在将他忽悠进了保定价 抬起牛腿后 首先使用清水冲气 这是人类与牛蹄的正确打开方式 接着使用测试前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很明显 和我的预测一样 问题在左侧爪的这个区域 那么,废话不多说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右侧爪已经装好了增膏垫 戳别人痛处这一做法 并非师傅有意为之 而是防止修提刀上手时 蒙叶标到自己的脸上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左侧爪的师傅到底有多严重 能疼到让他不敢着地 挤刀过后 白里透黑的区域让师傅看出了端倪 他说里面肯定存在很大的通枪 需要移除蹄子上大部分的角质 可偏偏 这只牛蹄的角质还出奇的硬 看来 师傅该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又刮了几刀之后 师傅说这角质是真的有够硬的 而且还这么厚 所以完全靠修提刀 显得不太明智 使用研磨其尽可能的将其修薄 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看来 将还是老得老啊 浅磨过后 回到修提刀操作 我相信对于关提者来说 也只有修提刀才能给你带来快乐对吧 那么就屏住呼吸认真看吧 正如师傅所说 蹄子内部有很大的空枪 而现在要做的就是 完全使用修提刀 将空枪上方看似完好 实际已经坏透了的角质 全部移除 这一步的技术难度其实并不大 因为这些坏掉的角质 早已脱离了真皮层 不留一滴血就可以将其剥离 真正考验技术的是后面收尾的环节 几分钟过后 到了我说的考验技术的收尾环节 剥离掉贴合在真皮层上的最后一层角质 相当惊心动魄 但好巧不巧的 相机总在关键时刻坏掉 所以没拍下比较血腥的那一段 虽然看蹄子的术后状态有点差 但好在牛肉还健在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嘛 上咬包扎好后 牛肉就可以自由地活动了 看来 这头牛肉是真的被弄痛了 头不回很鬼火的就走掉了